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昌国兄你好 咱们今天讲这个土地财政问题又牵扯到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收入 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啊 那么前面呢这个我在这个新华 新华这个就是这个江苏的这个新华报业集团吧 他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么一段话 他说这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韩富林教授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句话 2022年刚开年四大行已经起诉20万断供业主啊 阔胡当小编再次查看时已经删除 那么这个韩教授大概发了发了一个信息啊 应该是内部信息吧啊 在金融学院的教授嘛 这个应该比较靠谱 而且尤其是被删除了那就更靠谱了啊 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啊 呃 这个有一系列数字表明现在的这个断供潮啊 似乎有一波断供潮 那么这个法拍房这个数量暴增啊 大家从有一些有心人从网站上copy下来啊 从法院的网站上copy下来 那么这一这一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房地产这个紧缩啊 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是这个呃 这个稳定年 稳定年按韩文秀的讲法叫呃 稳中求进啊 稳中求进啊 主要是要保二十大顺利召开 同时还有一个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么一个任务 那么呃 从这个基调上来讲 可能房地产也会喘口气啊 房地产也会喘口气啊 啊 不能给这个出现这个给党中央惹乱子啊 那么可能这个三条红线非常收紧的引起这个红 恒大爆雷的这么一个政策会有所松动 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房地产业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灰犀牛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雷怎么排啊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类似于恒大的 还有这个什么融创啊 绿地啊 华夏幸福啊 富丽啊 这些全国性的大型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啊 都都存在着这么一个呃 财财务紧张的问题啊 财务紧张的问题 那么我吃我查了一下这个 这个从这个各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叫做土地财政一呃依赖度啊 从这个角度 如果说这一块要出了问题 那就全国范围的不安定 所以从宏观上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整个2022年 呃 有可能会对这个房地产业 呃 稍稍松松绑 那稍稍松松绑 呃 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断供 呃 爆雷现象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2021年啊 2021年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34个省区啊 省级的一个行政区里头呢 这个只有六个地方的这个呃 出让土地的收入是增长的 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啊 北京天津啊 这两年京津两地啊 上海江苏浙江 这是什么 这是呃 长三角啊 啊 这里没有住三角 另外一个贵州啊 这是这个贵州是一个特别现象 就是转移支付 特别高的一个省份啊 呃 另外一个的地方政府的负债 也是非常厉害啊 地方开发也很厉害 那么除了这六个省区之外 十个省级市 省级城市 福建 青海 广东 啊 这次就有广东了 四川 湖北 山东 重庆 湖南 安徽 陕西 你看这中间呢 山东 四川 广东 都是人口过亿的一个大大大省份 安徽人口也安徽福建人口也都不少啊 那么这些的省份呢 土地出让金 在2021年同比下降了20%以内啊 没有超过20% 那他就是包括10%到20% 这个具体的详细数字 我还没有找过 但是说这是在20%以内 另外还有13个省份 这是特别警惕的 像云南 新疆 黑龙江 内蒙 广东 山西 甘肃 河北 宁夏 江西 吉林 河南 辽宁 啊 这个这些省份里的除了 可能河南这几年经济还比较好吧 啊 这些这些13个省中间的土地出让金 同比下滑20% 啊 这是这个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滑坡啊 超过了20%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尤其是一些这个省级呃 省会城市啊 他的这个土地财政依赖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财政收入中间主要是土地转让金收入 如果这个要下降了20% 那就意味着很多项目 来年就吃紧啊 来年吃紧 可能就没法上 或者说要拖延啊 那么后或者说工资发不出来 啊 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政府才开始追缴这个过去发的高额的奖金啊 各种各样办法都是要这个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累紧裤腰带 那么从这个卖地啊 五年卖地收入啊 五年卖地收入这个这个排行上来看呢 过去五年杭州上海北京广州啊 这是排名啊 在前前四位的这个城市啊 杭州是最高 一万三千亿 那么在过去一年呢 过去一年 这个卖地收入 前五名是上海杭州广州北京南京啊 这是过去过去过去一年 那么从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上来讲 实际上和这个卖地收入是 呃是错错位的 错位的什么意思呢 啊 我们看的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杭州啊 这个杭州是今年要搞亚运会 所以他过去五年 他有很多这个拆迁项目 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相当高 但是除了杭州之外呢 这个他的这个土地财政依赖度 杭州是最高的 达到了140% 这就说明即使富裕发达地区 也可能陷入这个土地财政依赖的一个陷阱啊 如果说这个土地出让金 如果后面大幅减少 那你的问题怎么办 很多时候的问题 那么这个里头有 佛杭州第一位是杭州 第二佛山南京武汉广州 西安贵阳南宁啊 长州珠海 这些城市的土地依赖度都超过了百分之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 超出了他的财政预收 财政这个收入的这个预算 啊 就是说光土地财政收入就可以 土地财政收入这个出让金 土地财政可以保证他的这个财政收入了 啊 那么换句话来说 如果这块出了大问题 那财政收入是个大问题 啊 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财政 这个他都基本上就是说是 如果说你超收入了 超过了预算收 基本上年终要突击花 把这些钱都花掉 否则的话 你这个预算有问题 来年预算就会就会有问题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实际上 像北深圳上海啊 北京天津重庆 这些城市啊 除了深圳之外 北京上海天津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土地卖 土地这个出让金收入 都是这个在前茅的啊 但是呢 他们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反而是最低的 在主要的这个城市里头啊 啊 我说主要城市实际上就是 终极以上的城市啊 包括这种 呃 像像宁波啊 当然这个也都算大城市了 就算大城市吧 省会城市和大城市 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这这五个城市 我们发现四个直辖市 重庆天津北京上海啊 他们的这个财政依赖度啊 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啊 都在60%以内啊 那么像上海就更低了 在40%以内啊 那么深圳也是如此啊 就是反而这些 主要的发达地区和这些直辖市 尽管他的土地财政收入比较高 但是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还比较小啊 就是他有其他更广 更广广泛的这种雄厚的收入 收入员 那么 现在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土地财政 如果说出现问题 那么这些地方政府 的这个 维稳啊 各方面可能就会 出现麻烦啊 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的 就是说土地方财政的这个 收入 土地这个收入 直接有关联于什么 有关于这个 呃 这个 行政部门 事业单位 人心能不能稳定 人心能不能稳定 这是第一位的 这些人 军心能否稳定 如果军心不稳啊 这个群众闹事 他们还跟着起哄家秧子 或者说看笑话 那么就要出大问题 你知道这个 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讲 2022年最重要的问题 是开好二十大啊 保证这个权力的 顺利的延续啊 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一切的一切 不管是经济问题 还是社会问题啊 都成为政治问题 而政治的核心问题 就是说 和这个核心 能不能延续到二十大以后啊 这是他核心 那么在这中间呢 不能有任何这个 动摇这个政治任务的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切事情都要向二十大来让位 那么我想就是 在2021年采取的比较严厉的 所谓的碳减排政策啊 比较严厉的这个房地产紧缩政策 在2022年可能会有所调整 那么2022年的这个 中央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 也是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举 那么人民币是要降息啊 人民币是要降息 一个是刺激出口 另外一个就是给经济注水啊 保持一个 稳定的一个态势啊 这个是这个 目前的这个房地产业 暂时我觉得 在202022年可能会还口气 那么这些 断供的这个现象 可能是需要这个有所遏制 因为如果说断供成为潮流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 整个银行系统 房地就是银行的给这个房地产贷 房地产业贷款 像这个买房者 这个按揭啊 那么这个中间呢 还有供应链上的 一系列的这个建筑公司啊 这个沙石提供者啊 水泥啊 这些建筑材料提供商 他们都是电资啊 但中国来讲 因为房地产业是一个 非常高杠杆的一个行业 所有人都在使用杠杆啊 按揭买房的 可能是20%的抵押买下来的 呃 20%的首付 有的是50% 这就比较高的啊 可能还有变相的 能做到更低的啊 那么反过来讲 房地产业的这个风吹草动 都是加了杠杆啊 就加稍微的经济上的一个波动 可能就会造成这种信用危机 房地产业啊 从比较都是资产投资 那么企业股票市场的这种杠杆率 比房地产的杠杆率是没法比的 按中国的这个银行的一个常规来讲 对私人的贷款 这个买房者是最优质的用户 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大半生 来为银行打工来还这个钱啊 所以这一块如果要出了问题 就事情就不再不再小 直接影响到这个地方问题 地方那个政治局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大概是这个 咱们说这个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这个财政依赖度比较高的 这些中心城市啊 是确确实实是经不起动荡的 所以包括对这个所谓这个房地产税的 这个开征来讲 房地产市场这个过于剧烈的价格波动 也不利于房地产税的这个试点和开征啊 我们知道这个试点在浙江等几个省份啊 已经开始了 要五年为期要搞这个试点啊 那么要顺利的推出啊 这个房地产税要把这个土地租让金这种 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形式的形态啊 把它这个转转换到这个房地产税这一层啊 这这应该是一个长期任务啊 应该在十年以上啊 这个转型期 那么呃我们也知道这个任大炮啊 任志强啊 曾经有一句话啊 明年他说只要共产党不倒 房地产市场就不倒啊 他实际上看 从他的一个观察的角度来讲 整个房地产业啊 关系到了中共这个党国这个政权的这个安慰 所以政权会全力以赴保房地产业啊 这个是呃 尽管他是一个灰犀牛 但是呢呃 这个灰犀牛呢一定不能出现问题啊 要慢慢的这个过渡消化解决啊 那么过去是解决这个高库存啊 提倡什么房租不炒啊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可能这个去年呃 以来这个形势这个有点紧的情况下啊 今年因为是一个特殊之年啊 他他不是一个美国所谓的大选之年 比大选之年要严重的多的严峻的多的一个特殊之年 所以这个我的看法 今年呃 呃 这个中共呢会全力以赴保障那个呃 房地产业的一个平稳啊 呃 相对平稳的一个度过这个二十大 是旭光那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就是呃 反而是北上广深呃呃 你提到的他们依赖土地财政呢 相对来讲比其他的这个城市啊 要来的轻啊 那可能是很多的大大企业都驻扎在那边 他们可以呃交税嘛 那对于那些呃 比较完全比较依赖土地财政的话 那现在又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觉得呃当局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当局能够这个解决的呃 无外乎这个就是从从地方政府来讲 如果中央政府不出台政策的话 他们能做的就是搜刮地皮啊 一个来讲呢 就是说以这个公务员呃 行政事业人员的这个薪水 可能暂时要这个暂扣 不能给你全发 有的地方是扣扣一半 有的地方在追缴过去所谓 发钞的这种的奖金啊 实际上就是变相的 我现在没法给你支付啊 这这当然是很难看的啊 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地方政府呃 这个管辖区内的这个 这个企业啊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民意税率 是非常高的啊 在世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中国过去的这个经济 为什么还能够以非常高的速度啊 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 非常高的速度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腐败啊 就是呃 这些企业搞定那个一把手 搞定行政官员 搞定市长 搞定书记 搞定税务局长 搞定税务所长 搞定那个税管员啊 这样让民意税率 就上上下下都争一只眼 逼一只眼 给你这个企业 这个放水啊 让你实际上不是按照这个民意税率 去拿税啊 啊 就是在政策范围内 有的是招超政策的啊 啊 就是让企业能够这个放水养鱼吧 当然一些穷雄低恶的地方呢 就叫做这个关门打狗啊 招商引子过来以后 就把这个企业家这个财产就就侵吞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影响很过来 就导致恶性循环 那些地方反而发展不起来 能发展起来的都是放 带有这个放水养鱼的 不会轻易的 就把这猪杂给杀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些地方呃 都有一些这个呃 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企业 但是当政府遇到这种 现在这个财政困难 而且你知道这几年 习近平执政的九年 这个市场风气大变 那过去的时候 这个像广东地区 就是呃 民间的风气就是不做官 要去经商啊 那么在现在的话呢 大家都纷纷的往这个国营企业呃 这个呃 这个行政单位里头挤啊 觉得这个民企不可靠啊 民企靠不住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等于这个呃 行政上的这人头开支是越来越大啊 越来越大 那么怎么养这一批人 如果经济情况突然不好了 土地财政收入 因为土地出让金 这属于锤子买卖啊 那个核心地段的地 城市周边的地 那卖了就卖了 卖你不能再给他卖第二轮第三轮啊 啊 包括就说 你拆迁你是有数的 这温金 这个李克强呃 做总理 他是搞这个 就就房改造啊 呃 城区改造 这是带动了房地产业 包括很多这个城市的搞 搞城市化 那么就像那种中西部的一种比较 呃 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呢 他就省会城市 得先机嘛 大家愿意去省会呃 住一个是方便 生活方便 另外一个机会也多啊 因为有大量的投资啊 所以省会城市 他这个变这个有这个 城市化扩展啊 的郊区也开发啊 变成市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土地出让金收入 非常这个 可以说汹涌澎湃啊 所以政府手里很有钱 但是如果说这个阶段 呃 就到了终结 或者说 经济有不好的情况时候呢 这些人头费是个巨大的开支 那怎么办 搜刮地皮 怎么搜刮地皮 就是前 现任不理前任的事儿 啊 不管前任的承诺啊 因为那都是灰色的 拿不上桌面的啊 而且前任可能已经不在任了 也没人管 那么就开始查 查这些企业的这个税收状况 一查 倒查20年 从习近平上面的这个风格 就是倒查20年 啊 那一查的话 那可能很多 所谓的偷税漏税 事情就爆出来 那么就开始追究这些企业家的这个家产 啊 企业的在补税 啊 企业补不上 那 因为企业他有个扩展嘛 啊 实际上你任何一个企业清盘的时候 没有多少现金的 啊 尤其是遇到经济这个情况不好的时候 啊 那可能就企业企业家就得补上 啊 所以从这个看 你能看到这种一个风起 就是说 不仅中央在讲共同富裕 实际上 地方政府啊 那就那就没有那么好的说辞了 啊 没有那么好的说辞啊 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补财政不足 啊 人头费不足啊 包括各个单位来这个 自己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大陆都知道到年终的时候 交警罚款就很厉害 啊 就解决年终奖问题啊 啊 各个部门的罚款都出来啊 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企业就确实是更难经营 如果按中国的名义税率走 那叫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是意思说 没有几家企业能够经营的下去的啊 就是不仅没有利润 而且只要开工就可以本 开业就可以本啊 所以现在那他也名正言顺 我就是按照这个税法 按照税率 按照法律规定税率来查你 那你是有问题啊 啊 所以这是他的解决的一个方法 就是搜刮地皮 另外当然是向中央伸手啊 你如果说不解决我的问题 我这就有动乱问题啊 那怎么办中央这个一个是财政支付啊 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股道银行嘛 股道银行搞通胀嘛 放水嘛 2022年是这个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胜稳健 是要放水大幅度放水的啊 在美国英国在这个加息的时候呢 中国是要是要这个见息的啊 那么通过银行来支持这个地方的财政啊 支持地方财政啊 当然他都是通过这个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政府啊 地方政府这种政策性的公司来实现这些项目的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办法啊 通货膨胀也是办法 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赖账的办法啊 就是你过去的债务也就相对的显得不是那么 呃不是那么沉重了 你知道地方政府他通过一些地方融资平台 实际上这个负债非常高 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啊 他实际上没有没有那么没有什么经济实力 但是大大上项啊 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 反正银行是国家的对不对 政府是就是本质上都是一家人啊 所以在这样他为了自己的政绩 就大搞一些这种基础建设项目 但是这些技术建设从长期来讲 可能也是不能够有什么回报的啊 就是复得了一个就是这个这个账面上GDP好看 另外市容市贸上好看啊 得了这么一个 但是呢对未来都是呃这个大大小小的地雷啊 或者说大大小小的灰犀牛啊 这都是明摆着的事情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啊 就是所谓这个地方财政受这个债务问题啊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尤其这个土地土壤金啊 如果说渐渐消失的话 那这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更大了更大 旭光那我就想到就是这个中央地方分岁制啊 前一阵子我也有看到文章啊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叫穷啊 然后说中央现在这个把分岁制啊 呃大部分的大头啊 全部都到中央去了 所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中西部 尤其经济稍微比较不发达的这个地方啊 他依赖土地财政是特别严重啊 那在这方面的话 这个不晓得是怎么样进行转移支付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像呃这个三峡大坝的这种大工程啊 那在湖北在其他地方啊 他们的这个呃收益的话到底是归中央还归地方 怎么样去划分呢 三峡公司应该就是这个央企吧 嗯啊 这是央企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他确确实实呃 看样子也是收益也是不怎么样 他一个上市公司啊 收收收收益并不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 他的发电量这么大收益量不好 因为投资太多还是还是对人员太多了 呃这个我还不搞不好去轻易的去去去给他做一个断论 因为呃过去的时候 这个A股市场的这些上市公司都看了 那么这两年就很少关注他们的一个动态啊 啊很少关注他们的动态 这个也是国企的晚级 也是很正常啊就是呃本来这个挣钱的事就不应该政府来干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国企不挣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 但是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民企亏钱国企挣钱啊 这个这个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啊出现个大问题 那么 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呃这个分税制啊 分税制和这个土地灾政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啊几乎是同时的 就是这个但是呢是不是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 倒不一定啊 倒不一定 分税制的出现是因为中级时期啊 觉得改革早期改革开放早期的这个财政包干制啊 让中央政府手里没钱 因为你发达地区实际上交购呃中央政府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那他就很爽啊东东部的这些尤其是广东啊 这些地方他的这个财政就非常好啊 中央财政实际上确确实实比较难啊 难到什么这也就比较清廉 你换句话来讲 手里没有资源 实际上中国政府这个呃中央政府大幅度腐败啊 就是从温家宝时期开始呃就是胡温时代 胡温时代你看看在江泽民时期查处的那些官员 贪污几万几十万都是大案全国通报 现在谁还记得那个时代呢 就是我我记得好像陕西省的民政厅长 大概是应该是九十年代的 九四九五年那阵吧 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啊 当时我一个山东的朋友说你们陕西太穷了吧 哈哈三万块钱 对啊那那你要回到八十年代 这八九年的时候 湖北省的省长 是因为他的呃就在八九运动期间 大概是湖北省的省长被被被这个不能叫辞职了吧 叫叫那个那个那叫什么了 免去职务了 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他女婿参加的一个老板的一个宴请 那你在那在反腐运动高潮的时候 民间反腐运动高潮的时候 这个省长参加了一个宴请就被就被免去职务了 啊 那个时候这个 容忍度拿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就不可不可同人而语的 这一方面反映什么 一方面反映了一个 这个中国经济确实发展 政府手里确实有钱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中央财政 这个分税之之后中央财政也有钱 啊 地方政府靠卖地吗 他是个相辅相成的 对对 你既然分税制了 那土地出上金这块我可以拿到手 啊 那那税收的那个 那个增长的大块可能就你拿走了 但是中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量的这个 这个社会责任是由地方政府来行的 啊 所以他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中央不担责任 但是呢 这个呃 收税他收的挺勤快 就是几乎所有的好处中央都拿掉 你像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可能一个司长 就是三千块钱吧 还没有其他太多的收入 啊 灰色收入的地方政府也不求他 啊 他手里头也没有那么多权利 那么实际上到了分税制之后 中央财政手里的钱就非常多 另外一个尤其是这个温家宝08年搞这个 搞这个四万亿救市 那就是发改委给这个各地打电话 催着你们来报项目 就把过去可能五年规划 十年规划的项目 现在马上就落实去看 所以你这个中间产生了 多大量的腐败 就是一个是汽水长流的腐败 一个是暴时暴瘾 可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从胡温政府之后的这个 贪腐的这个这个数额啊 可是就是比江朱时期 我的感觉一下暴增了百倍吧 就是说这种你的那种规模上来讲 可是地方财政的话 吃地方财政的老本啊 就是卖土地这个终究 这个是不可持续 因为因为你土地是有限的嘛 而且只要是所谓的二级城市以上 你土地每个城市都已经接近饱和了嘛 市中心都这么饱和 哪有什么好的土地可以再卖 对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扩张都有个尽头 你城市不可能无限大 另外一个旧房改造 你也不能老翻新吧 对不对 不能老老拆吧 啊 你像这个西安 咱们上次做西安封城的节目 那很多人印象还是在西安 只有八百万人口这个概念上 突然怎么就变成一千三百万了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期间 他的这个土地财政的这个收入会有多大的量 对吧 你可以想见 像这个实际上这种监督体制不够啊 民间这个舆论呢 各方面都不够的情况 这中间的黑色的黑色的经济有多大 灰色的经济有多大 你也是不可想象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还有一个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人口拐点啊 出现个人口拐点 就是说六个存折支持支持一个小青年 一对夫妇来买房啊 双方的父母双方的这个爷爷奶奶 来支持一个小年轻来买 一对小年轻来买房 实际上就说你作为他们 买房的需求也大幅度的下降了 如果往外来4020来看的话 对对 买房的需求是大幅度下降 这个是这个是个断崖式的 人口的这个是断崖式的 按照咱们那个朋友易富贤的说法来讲 他的看法是实际上从 从这个18年开始 18年开始应该说这个 人口就已经是负增长了 他是这样说 他说这个卡界苗 他用这个指标来看那个 就是说中国统计数字不可信 就是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 所以他间接找其他的这个间接证据 他说卡界苗呢 是国家强制疫苗 出生24小时接种 开封后呢 只能存不到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大多数的中小医院卡界苗 只能给一个小孩来接种 大医院呢 顶多给三个小孩接种 就是很多情况下呢 也只能给一个小孩接种 那么在09年的时候 卡界苗发放是1100万 1100万就意味着 有1100万 这个最最多会有1100万的 这个新生儿吧 他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他说这个人口普查的 这个卡界苗施打率 就是说大概是一只卡界苗 施打在这个 在2021 2010年的时候是1.2只 在这个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 到2010年的时候 这个人口普查显示 出生是1300万 卫生统计是1400万 那么大概就是 1.2个小孩 就一只卡 卡界苗能施打是1.2个小孩 当然按这个来讲的 他说2018年的卡界苗 只发放了621万只 19年是573万只 2020年是537万只 就是2020年只有500万 537万只 那你要乘一个1.2呢 也没有多少 你就按600万算 那 那也就720万 他 所以他就说从2018年以来的 每年出生率都不到900万 那每年死亡率都是1000多万 所以他说人口已经负增长 他是这样来讲的 当然最新的这个中国 出来这个人口数字 说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 净增长48万 你看到这个数字 你可能觉得这个作假是很容易 因为都是 生死都是千万级的 他在这两个数字中间 你想 做手脚 那边加个20万 这边减个20万 48万就出来 而按这个 一负贤的这个 用卡界苗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 硬的一个指标 来测算的话 实际上中国人口早就负增长 早就负增长 已经负增长好几年了 那么就说换句话来说 这些小孩长大之后 你能看到的房地产市场 更是这种 塌险 更是塌险 因为老人家不在了 那房子谁去住啊 他们这样想 六个存折支付一对 夫妇 那么这六个存折就是六个家庭 六对夫妇 那六对夫妇 爷爷奶奶去世呢 过世呢 那是在死亡那个 那个合理算的 对不对 所以你 你现在的这个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 未来的这个前景 实际上是极不看好 极不看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 好几个重要的因素啊 第一个是恒大 还有其他的房地产行业爆雷啊 第二个是这个地方土地啊 还是有限的 那把精华的地方基本上能够动的都动啊 第三个是这个地方的财政越来越吃紧啊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你刚刚讲到人口 结构上面也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房地产非常不利啊 不过偏偏啊 可以说是也是运气好的关系 就全全球啊 美国也是 其实在现在亚洲很多地方也显现出来了 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大家呢 现在就因为要防止通货膨胀都去买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啊 不跌反升 在很多地方 全全球好像都变成这样是一个 一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呢 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也把房地产拖底了 把他这个底给拖住了 不晓晓你是怎么样看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叫规避通货膨胀 或者说投机通货膨胀的一个实践 因为房地产的这个价格 咱们讲了 讲前面讲都是长期趋势 就是供求关系发生逆转 这是个长期趋势 呃 这个城市的拆迁 城市化的扩展 就是拆迁 就是改良性的住房吗 需求吗 扩展就是一个城市化这个需求吗 啊 这个是能够增加这个需求量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需求量减少的就是 这个 你说爷爷奶奶去世了 这两套房给谁呢 对不对 爸爸妈妈都有房 给小孩 小孩已经有买了 所以这就是新增供应就会出来 是吧 但是这是长期趋势 毕竟老龄化社会 人人的生命越来越长嘛 啊 这个是长期趋势 他总有一天会出来跟你结算的 但是呢 就只不过把这个推长了 这是灰犀牛 但这个灰犀牛 你不知道他哪天就到你门口了 但是远远你能看见 没有 这个20年之内绝对看得见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嘛 2040年中国的这个老龄年老龄化人 我看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了国外的这个这个预测说 大部分能活过100岁 好都能活到130 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说有时候看不上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啊 就是对人的寿命 我这有可能会推后啊 有可能会推后 另外你说的这个 所谓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可以说是这个 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都会搞的一手啊 就是赖账嘛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来 来赖账嘛 因为通货膨胀是有利于债务人的啊 政府债务怎么解 怎么赖账 通货膨胀 通过从你的这个这个储户兜里掏钱来赖账啊 通过这个啊 通过剥夺债权人来赖啊 这是通货膨胀 但是通货膨胀呢 这个机制呢 有利于这个债务人 有利于债务人 有利于资产持有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是鼓励人们成为负债者 变成这个资产持有者 或者说鼓励人们负债 去持有资产啊 那么房产对于普通人来讲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标的 一个他金额比较大 你普通人你要说 我要去银行要贷个几十万上百万 银行不贷给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做生意吗 你要搞风险投资吗 你要创业吗 没有没门啊 普通的民企这个贷款都很难 国企好像就容易 因为国家 国企背后有国家嘛 银行贷给你烂完账 他也不害怕 反正就叫什么 菜都烂在一个锅里头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你要去贷款的时候 银行 要问你干什么 你要说买房 他很高兴 因为大家都笃定 房产不会跌 都笃定这个 就是说我说任志强说的 只要共产党在 房价就不会跌 房地产市场就不会有问题 当然这是他过去的一个预计 那他想没有想过 他被判了18年呢 他也想到 世间应该是没有想到过 所以这个事情总有 总有变化 那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说 蓬荒蓬胀来的时候 普通人的最好的策略 就是借钱持有债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 美国的这个股市大涨的原因 美国的房产大涨的原因 就是你的这个 负债率 房地产的杠杆可能是最高的 股票上我讲 很少有人敢 敢有那么的高的杠杆率 就是说你 你负债五倍 用20%的钱 买下百分之百的 等于说是你的杠杆是五倍的 对啊 五倍的杠杆 你想想如果说 你的房产翻一翻 对不对 你你的这个 你实际的收益是涨了多少 十倍 这是不敢算的 十倍了 对啊 你用如果用20万买100万的房子 翻了一翻200万 你用20万 对啊 所以这就让很多人就觉得 我工作收入 我不如去买房 我创业我不如去买房 对不对 老公创业失败了 老婆买房 赚了 尤其是在像北京 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对不对 那房子的 房子 长得都很厉害 标的的这个标志业很大 啊 所以这就是大大小小的示范效应 就是让大家觉得 以北上广永远 永远长啊 有这么一个印象 而且涨幅可怕 随随便便一个三居市上千万 啊 甚至两千万 啊 就像深圳这样的地方 啊 就让你觉得 就是普通人来讲 可以想象的 再没有比买房更好的事情可做了 啊 所以 这个在客观上 确确实实跟通货膨胀有关系 你如果通货紧缩呢 房价跌百分之五十 你可能去得跌百 跌到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去吧 跌到百分之多少去 那就像美国那个时候 呃 09年的时候 for closure啊 全部都是 就是 对 就是你既失去了房产 因为房产既是个资产 也是个负债 你还欠了一屁股债 因为房价跌了 房价跌了 跌出远远跌出你的首付 跌百分之二十 就把你的首付跌完了 嗯 对不对 大概 当然这个算法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近似的说 跌百分之二十 你的首付就没了 啊 那 那就是 如果说碰到经济不稳定的话 会有大量的断供出现 会有 银行 呃 这个 房产砸在银行手里头 啊 那些供应商拿不到这个 呃 拿不到货款 拿不到这个 呃 这个 建 建筑的这个 这个 呃 工工钱啊 那他没法给这个民工发钱啊 建筑工人发钱 等等等等会出现 巨大的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 就是连锁反应嘛 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 太过 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嗨啊 啊 就是按巴菲特说的 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没穿户上在游泳 哈哈 涨潮的时候你都都觉得都挺好的啊 所以这个 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通货膨胀但是这个东西得有就过快的通货膨胀也会给政权带来危险 88年 89年的这个北京的这个风潮就是跟88年的涨价潮有关系 当然说要放开物价 大家抢购嘛 当然那个不是至于通胀引起的 就说政府不保证你的供应了啊 要市场调节了啊 那么美国现在也是这样了 因为这个从2020年搞2020年到现在这种实际上2019年就是宽松的政策啊到2022年更是大规模放水2021年放两年那么现在的是通通胀高企30年来最高点或者甚至到70年来就70年以来到现在是最高点啊那么现在叫加息啊不得不加息因为不加息的话 你对这个拜登政府人这个美国民众对拜登最不满的就这一点就是物价高企啊 实际上拜登政府三个可被人诟病的第一个阿富汗撤军他那个事情是观感不好普通人没有什么感同身受的东西啊观感不好心情不好 第二个就是这个疫情啊疫情一浪一浪的但是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奥克战起来了拜登有什么办法 拜登只能催着施打催着打对不对催着打疫苗但是第三个你就拜登你不得不做啊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拜登上任的2021年啊他这个还在放水吗还在在紧锣密感的在要催动他的新项目动辄几万亿是吧这种支出这种支出都是通货膨胀啊 都是带来通货膨胀大规模指出啊啊动则就上万亿一个吹零 那么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了这个可能选情告急选情就有危险啊 这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尤其是这个中低收入阶层啊都能拿房租也在涨对不对买房的人可能就买不了原来付的首付现在付不起了对不对 那那那这个这个租房的人房租也也涨了而不仅房租涨吃各种吃专用都涨啊那他当然是抱怨你纾困金是有限的而且纾困金发完了就过去了不能靠纾困金和失业金过日子 那这个时候他的不满肯定就指向拜登 所以通货膨胀这个事情呢就是叫温和通货膨胀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变相的一个税收啊 这是法国人讲的这个就拔额毛又不能让额叫 就是你偷钱不能偷太狠啊 那反过来讲如果说通货膨胀这个高企的话 一方面就是投机者就是大赚 这让所有搞失业的人就是心灰意冷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靠这个收入的靠工资收入的靠这个养老金过活的人员 叫苦连天那在民主国家就是主要的选票 主要的票仓就会出问题 通货膨胀你也不能牢搞 动不动就往回撤一点 长期趋势来讲所有政府都在搞啊 你但是这个长期趋势得按三五十年一百年的干 你像什么一个韩币还能值多少钱 一个日元还能值多少钱啊 但是最初的时候他很值钱 但是那是个长期的时间包括Dollar也一样美元也一样啊 但是你在短期内可能很多人受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个物价 好了今天那个我们旭光啊 从这个房地产在中国的这个引起的影响啊 然后探讨了几个会影响房地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啊 然后最后我们还谈到这个通货膨胀啊 那也兼迹到了美国现在的一些状况啊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各位 谢谢长谷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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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